俄乌战争之中耗时最长,战斗最惨烈的亚速钢铁厂争夺战终于宣告结束了 从5月18日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上千名乌克兰纳粹分子 国外雇用兵以及乌克兰武装军人选择放下武器,从地下墓穴中爬出来投降 毫无疑问,从战略层面上来说,这场战役相当于俄罗斯版本的上甘岭战役 无论其过程是多么的艰难,能够拿到海港镇镇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 把乌克兰80%的海岸线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写了这场战争的进程 从地图上看,此战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顿巴斯克以及马里乌波尔彻底连成了一片 军事上互为击脚,可进可退,后援通道更是畅通无左 前线站稳了脚跟的俄军,腾出手来之后,只要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下乌克兰的最后一个海港基地敖德萨 那么乌克兰将会失去所有的海岸线,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内陆国家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需要北约军援的参战国 一旦乌克兰失去了物美价廉的海上运输补给通道 那么即使北约再有钱,也不可能一趟趟空运物资军援乌克兰 因为这种方式,除了成本高昂之外 最重要的是,目标太大,极不安全 俄军非常容易给予空军飞机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从战略层面来看,俄军占领奥德萨 基本上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但问题在于,谁也不知道奥德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马里乌波二 俄军更是没有透露出下一步的行动意向 一时间战场上的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 还有人会好奇,不是说亚速钢铁厂里面有北约大鱼吗 怎么乌军都投降了,大鱼还是迟迟不肯现身呢 其实吧,这一点大家完全不必担心 俄乌双方再次熬战了82天 普京更是曾经下令,一只蚊子都不许放出去 为了能够彻底放开手脚,消灭其内的乌军 俄军还特别人道的释放了两批平民 并且在平民撤离之后,使用了122毫米冰雹火箭炮 向亚速阵地骑射了9M22S火箭弹 这种由铭合金外壳构成的小型燃烧弹 其内部装填了铝热剂燃烧剂,纵火面积为5000平方米 燃烧的温度约为2500摄氏度,几乎不可能被熄灭 也就是说,深藏在地穴之中的乌军分子 根本就不可能趁乱逃出 不管是多大的鱼,只能在地下窝着 为了救出这条大鱼 联合国的秘书长亲自访问了俄罗斯 教皇也被请出来作秀 楚楚可怜地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谈 最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主动打电话给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 具体谈了什么,咱们不知道 但从结果上来看,俄方一定是得到了既得利益 才会同意亚索守军投降 否则以普京的性格,怎么会放过这群纳粹分子呢? 事实上,战争进行到了这种程度 无论那条大鱼是加拿大的陆军司令特雷沃·卡迪尔 还是拜登的小儿子亨特,都已经无关紧要了 一个战略要塞的价值会远远高于所谓的大鱼 再说了,与其抓住大鱼谢斯分和美国彻底撕破脸皮 倒不如用大鱼交换更重要的战场利益 充分发挥大鱼们的价值 这才是战略家需要考虑的事情 当然了,大的战略也是依靠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来完成的 从俄乌双方交战的状态上来看 乌军在马里乌布尔的表现着实让人吃惊 很多的西方媒体特地拿乌军和法军来举例子 说当年二战的时候,法军修筑了著名的马奇诺防线 声称这些堡垒最少可以防御德军30年 结果人家德军只用了40天 还没有打进巴黎,法军就投降了 而亚塑钢铁厂虽然质量过硬 但如果让法军来手,恐怕撑不过20天 因此守备在这里的乌军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乌军不是一盘散沙 这才是北约有信心支持乌克兰的关键所在 我们换一个思路 如果我是一名不关心政治的乌克兰士兵 面对战争,我只能义无反顾地去保驾卫国 我只能去和俄军拼命 我压根不知道我是被西方利用了 即使知道了我又能怎么样呢 小人物是影响不了大局的 西方正是利用了乌军强悍的特点 所以才可以不计后果的军援乌克兰 他们的做法当然没有办法保证乌军的胜利 但却可以利用乌军来给俄军造成更大的伤亡 从而消耗俄罗斯的整体实力 让乌克兰变成拖垮俄罗斯的绞肉机 从这方面来看,这群西方人简直是坏透了 俄乌本是兄弟 但是此战过后 俄罗斯在西方的重重封锁之下 没有个三十年是恢复不了元气的 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 所有的重要城市都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几乎毁掉了当年苏联分家留下来的所有家地 将来肯定是要穷的当裤衩了 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国家来说 北约首先会弃之如碧律 俄罗斯纵使有心帮助其重建 恐怕也是力不从心 总而言之 战争对于俄乌双方来说 注定是一场双输的角逐 是一场2022年最难忘的悲剧 但是没有办法 战争已经开大 饭还要吃 水还要喝 俄军接下来会雷霆出击 还是会按兵不动呢 关注我一起洞察俄乌战局